把这些画都拿到书房里去妥善收藏 是 女儿 这回你该高兴了吧 爹 管家 这些字画都拿下来吗 都拿下来 好 慢着 老爷吩咐过 这幅字画是皇上赐给总督大人的 动不得 梅子 你也知道 你爹骨子里是青傲的 他能打心眼里敬重扬州画师 那是我们家头一遭啊 你要是不信呢 你就去看看 花亭里挂的都是扬州画师们的字画 别人的都摘下来了 老爷夫人 遵照老爷夫人的意思 华厅已经布置完了 请老爷夫人前去过目 梅子 你也过来看一看吧 走吧 春花 我们也看看去 大人 大人 夫人 请 小姐请 老爷夫人 您看 我们都给挂上了 耳目一新 您看怎么样 这是正板桥的青封诸海图 这是皇庶的军士图 金农的风冻芭蕉 王石杏的血眉图 高翔的山乡尹 他这次画的画我都画上了 您看 不错 爹 怎么金敏芝的画还挂在这 我一看就有气 女儿 这可是皇上赏赐的 你没看见其他的字画 我都摘下来了吗 爹 画有画风 人有人品 像金敏芝这样的人 既嫌度能 你把他的画和杨州画师的话挂在一室 人家会怎么想 女儿说的也对 就是金大人来了 看见了他也会不高兴的 来人 把那画摘下来 是 把这些画都拿到书房里去妥善收藏 是 把这些画都拿到书房里去妥善收藏 这些画是 我没想到 那是 女儿 这回你该高兴了吧 爹 爹 老夫 偷鸡符去卖怎么样 老爷发现了怎么办 老爷有的是字画 都取下来的东西 还会再搬回去 再说了 他也记不清楚 有些什么东西 你不说 那鬼才知道 成 那我听王哥的 挑鸡符 来 宋子奔姻 请一顿回去 我保证你抱个大儿子 来看一看吧 宋子奔姻 你请一个 这些画 一般的人家是收藏不起的 您为什么要卖呢 老板 何必多问呢 你要不要吧 好 我要了 这幅一百五十两 这幅一百八十两 您看怎么样 卖了 卖了没有 卖了 卖了多少钱 一幅一百五十两 一幅一百八十两 这么高的价 没错 老板 卖画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么多来卖画的 客官 您当真要卖 这还有奖吗 你给多少钱吧 我给你五百两 怎么样 多少 五百两 不过请客官稍后 带我去看看 库房里剩下的银子 够不够 行行行 我等着 您快请 我应该请客 如果你把银子 赶紧 让你把银子 给肯定 快请客 明天 今年 是 请客的 我 客官实在是抱歉 库房里的银子不够了 我已经派人到钱庄去提钱去了 客官要稍后 走 到那边喝点茶等着吧 这边请 来来来 请坐 客官慢用茶 我店面上的事忙